修心养性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修心就是在修正自己的心态 而修行就是修正自己的各种行为 我们称为习惯 所以你发现 为什么有些人容易成就 他有好的习惯 这些习惯怎么来的 平时养成的习性 最后就成为个性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个性影响一生 其实说从你平时的行为养成的 你们看看阿贵教授已经71岁了 每天把自己梳理的干干净净的 这就是一种好的行为 你看我讲到现在快一个小时 都是笑容满面的 我看到网络上很多在听我演讲的 你看脸上好像来参加我的追悼会 所以你的表情也会影响你有没有贵人缘 人家喜不喜欢跟你相处 跟你的表情有关系的 很多人不了解 其实这就叫修行 这就叫修行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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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